在1913年的時候 我剛剛講說1913年的時候 這些原木就送下來對不對 原木送下來呢 他們其實在前面的前置作業就已經先做了 因為從這個地方 當時在1906年的時候 他們就從這裡就開始往足旗 就開始做測量 測量完之後就開始鋪測鐵軌 所以那整個從1906到1912年 整整花了6年的時間 他們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剛剛講說 那個藤田祖他們不是一個非常規模 比那個山林企業這麼大的一個財團 所以他們當時在估算的時候 他們有先到1906年 他們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要先評估一下 到底會不會賺錢 因為他們做這條鐵路 就是等於是一個 他們具有可以去開採阿里山塊木的一個權利 這個公司 所以他們在1906年的時候 他們去阿里山山去做了塊木的調查 然後調查完之後 再評估這條鐵路開到阿里山 然後呢 整個塊木送下來之後 他們會不會賺錢 他們按照這樣的評估 因為呢 當時台灣總督府有沒有 他是沒有錢的哦 這條鐵路是 蓋這條鐵路幾乎是動搖國本的哦 他們是沒有錢的 當時又是日熱戰爭 所以他們是沒有錢的 所以在沒有錢的狀況之下 這條鐵路在開掃的時候 在鋪塞的時候 是用BOT的 是當時在100年前就有BOT 也就是說企業做 然後呢 官方是不出錢的 然後企業呢 是有這些權利呢 他可以去開採這些塊木 但是呢 當時他們在做到一半的時候 這是非常辛苦的 非常艱困的一個工程 所以做到1908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做不下去了 就已經做不下去了 齊田祖就放棄了 放棄了 然後就有 臺灣總督府就接手 接手之後呢 他就評估說 我現在鋪設的這個地方 那當時還沒有鋪到2萬坪 他們鋪的時候 已經快完 就還沒有完工 已經過了 過了 過了奮起舞了 他們 他們就在評估說 這整個 齊田祖就說 那我要跟你解約 那解約的話 這些東西還是算我 我公司的財產嘛 對不對 你現在是BOT 但是還是我公司的財產 那你如果 你 你 臺灣總督府 你要拿回去的話 你要跟我 買 要買回去 所以那個 齊田祖他們就估價說 當時 他們這邊花了 花了250萬 他們說 你要跟我買250萬 然後後來呢 臺灣總督府就 總督府就說 好 那太貴了 實在是他們也買不起 他們說 那不然180萬 在這個 但是 他們的這些預算 必須要送到哪裡 送到議會裡面 所以他們要送回 這個日本 他們的那個 帝國的議會 帝國議會呢 就覺得 180萬也太離譜了 就又再給他砍 砍到變成150萬 然後呢 最後 這齊田祖 就只有拿到150萬 就解約了 那解約之後呢 那整個後面還沒有完工啊 後面完工呢 一直到了 一直到了 1910年的時候 因為你要完工 必須要繼續要付錢嘛 就是你很多的預算要編列 然後這些預算呢 也是台灣總督呢 送到日本的帝國議會裡面 經過了兩屆好幾次 都一直被駁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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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呢 終於在1910年的時候 然後通過 通過之後呢 繼續去做這樣的一個觀影 然後呢 這個檜木下來的時候 這裡 當時就先前置的準備 包括了當時在鋪設的 這個鐵路的一些工人也好 技術人員也好 這些宿舍他已經先做準備了 然後呢 製材的工廠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發電的設施 還有大型的機具 還有天車 當時在這裡的天車 是東亞最大的天車 巨材的那個 就是 木材的工廠也是整個 東亞最大的木材工廠 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 也就是說 在當時以整個東亞來講的話 最先進的製材產業 在這裡 在100年前 最最先進的 然後而且最現代化的 都是在這裡 所以 當時在1913年的時候 我剛剛在車上講說 1913年 這個地方 因為要發展這個 製材產業 製材產業全部都是 一藍瓶 所以嚴禁煙火 所以這個地方在1913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電了 所以他們有發電機有電了 也特別的是因為這邊的宿舍嘛 整個都規劃好了 1914年的時候這個地方就有自來者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在日本他們現代化建設以我們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就是說 因為制裁的關係 因為他們發現一個快樂的保障的關係 他們就算費力千辛萬苦都要獲得這個保障 然後把它拿下來 然後在這邊呢 做了非常多前置的準備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那我現在跟各位講幾個在1906年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幾件事情 1906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們 我們有聽過在阿里山要去官日出 那有一個是柱山 官日榮 後來倒了 後來呢 大部分的人要去官日出就是到了什麼 到了小麗園山 所以小麗園 這件事這個人很重要 就是小麗園 富二郎 小麗園富二郎 小麗園富二郎呢 他就是 當時在1906年的時候 負責去做美目調查的一個 他的角色 就是新衣的角色 在100多年前 小麗園富二郎 當時就是負責做美目調查 然後也奠定了說 確定在阿里山到底值不值得 去開採的一個重要的資料 就是小麗園富二郎 他去做了美目調查 那1906年 也很特別 因為1906年 既然已經有人可以進去做調查了 好 所以呢 有一些 他們帶來的這些所謂的這個生物學家 也怎麼樣 進去裡面做一些採集 那大家有拿 1000塊的鈔票 有沒有人身上 有 有1000塊的鈔票 我們1000塊的鈔票上面有一個鳥是什麼鳥 大家可以看一下嗎 地製 啊 地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1000塊鈔票上面有地製對不對 各位知道地製 第一支地製也就是魔式雕本 就是在大塔山步道被捕破的 就是我們明天要去的大塔山步道 在 在 在那個地方被捕破 那地製為什麼叫做地製 地製 地 他 他就是一個 他的 他的地製的這個地呢 是帝王的意思嘛 他裡面的這些 就是他的 種名裡面 帝王的意思呢 他其實就是 這個是 捕獲的這個人是 橘齒米太郎 他在他捕獲的這個鳥 非常漂亮的一隻鳥 然後呢 後來是一個 當時在 是一個新的種 當時在被漸進是一個新的鳥類 所以呢 他當時就是用來紀念日本天皇 叫帝制 他用來紀念 他趕著那個天皇 所以呢 在1907年的時候 在英國被鳥類學家 這個發表 也就是1906年 也進去了 進去了包括帝制的 就是 採集 然後捕獲的這個標本 1906年 我們知道撞到月亮的樹 有聽過嗎 台灣山 全世界最高的樹 台灣山 也在阿里山山區 由小溪 陳章呢 在那個地方 採集到台灣山 所以呢 台灣山的發現 也在阿里山 那1906年 1906年 也是在這個地方 開始 開始進行 鐵路的 測量 也是在1906年 所以呢 1906年 其實是一個 整個奠定 整個阿里山要開發的 整個重要的時間點 就是1906年 好 好 那就是 然後我們剛剛今天早上在 在那個 呃 在赤水 北天宮那邊有提到 1906年之前 我們還發生了幾件事情 跟阿里山有關係的 1906年之前 就是 1895年的時候 甲午戰爭 台灣不是給日本了嗎 所以呢 有兩件事情 跟阿里山有關係的 就是 1896年 長野一虎 他從玉嶺 他從玉嶺 要去探勘 台灣的最高峰 對不對 長野一虎嘛 然後呢 後來他因為沒有留下太多的資 就是沒有證據 說他有攀登玉山 但是他說他爬到很高的山而已 後來呢 齊填英座跟本多禁六 我們剛剛講說 齊填英座就上去了 然後呢 他還把日本國旗埋在山頂上 結果呢 結果被一個德國的探險家 在1897年的時候 德國探險家 然後上去 這個玉山東峰的時候 發現玉山東峰山頂上面有日本的國旗 所以他就寫下記錄說 齊填英座怎麼樣爬錯了 所以第一個爬上了這個玉山主峰的 其實是德國的一個探險家 齊填波爾 那他呢 也因為呢 玉山的主峰的探勘這件事情 來來去去探勘的事情呢 讓他們在圖過程當中看到了檜木林 他們在這個玉山的這個探勘的過程當中 看到檜木林 然後他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檜木林之後 然後再從1907年到 1897年到1906年這一段時間 陸陸續續 然後透過州族的陸陸續續去探勘 然後真正做到美目調查 是在1906年的時候 這個小玉原富爾朗奠定了這些重要的資料 然後才開始 現在呢 等一下我們 呃